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秋天是球根海棠生长最旺盛的季节 同时也是它花开的最大最美的时候 那么秋天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让球根海棠可以开得更灿烂呢? 我这里有四个要点可以给大家参考 首先呢,光照 通常普遍认为球根海棠在半阴的环境下长得最好 花呢,也开得最好 可是到了秋天呢 光照已经远没有夏天那么强烈 而且呢,日照时间比较短 温度呢,也低了不少 所以的话呢,全日照相当重要 所以假如你的球根海棠呢 放在半阴的位置下 那么现在呢,你要给它挪一个地方了 第二点呢,当然还是浇水 球根海棠呢,对水分的需求呢,很高 因为它花多,叶子多 它的盆土呢,需要保持长期的湿润状态 但是呢,又不能泡在水里 但是呢,要长期保持一种湿润状态 这就是说呢,差不多每隔一天呢 都应该把它浇透 因为秋天呢,温度相对来说呢 也比较低 所以的话呢,盆土呢,干得也不是很快 隔一天浇水呢,就足够了 第三点呢,是施肥 施肥相当重要 因为这个季节呢,是球根海棠 积极生长的季节 它大量的开花呢,需要大量的肥料 那均衡肥或者是以磷肥为主的肥料呢 都可以需要勤施 基本上每次浇水呢,都可以给一点肥 假如你用缓氏肥的话呢 现在呢,也可以加一点了 我呢,是用自己做的酵素水 每次浇水,我都会加一些的 只有肥料充足呢,才能够保持呢 它的花呢,长开 还有最后一点呢 相当的重要 就是它的花大,花小 就取决于最后这一点了 那就是修剪 修剪呢,又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剪花 一个是剪叶 先说剪叶吧 球根海棠的叶子呢,长得特别密 那一般修剪叶子的话呢,就是把 里面长得比较密的叶子 剪不到光的叶子 剪掉一部分 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节省一些能量 另外呢,剩下的叶子呢,也可以长得比较好 剪花呢,是说把球根海棠的瓷花剪掉 只留熊花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大朵大朵的复半的花呢 都是熊花 它的瓷花呢,是单半的 而且后面呢,带一个种夹 我这些基本上呢,都剪光了 这里还有一朵瓷花 一般呢,它花一长出来呢 都是一对一对的两朵 大朵的,复半的是熊花 那瓷花呢,是单半小朵 但是后面呢,很明显呢 带一个种夹 你看,后面有种子 熊花的后面呢,没有 那这个瓷花的话呢 就把它摘掉 摘掉以后呢,熊花就能开得非常好 它特别容易摘 轻轻一摘就掉了 你看,后面呢,带一个种夹 如果你不把瓷花摘掉的话呢 它的花大约呢,只能开一半大 或者呢,最多呢,三分之二大 你看我现在的这个花呢 直径差不多是十厘米的样子 假如不摘的话呢,就小很多 而且瓷花呢,会结种 那结种的话呢,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它就开不好 而且瓷花本身呢,是单半的 也不漂亮 以上四点就是秋季养护 球根海棠的要点 假如你能做到的话呢 你的球根海棠一定会开得格外大 格外美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听我的频道,谢谢